这算什么 整我 站住 我跟你说话呢 我叫你呢 不理我啊 偷我东西还非理我啊 现在恶人先告状 有天情律是了不起是不是 你要告我是吧 好 告我我也告你 告你偷东西 告你非理 我这 给我站住 别跑 是男人就把车锅停下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么大一家公司 跟我这个小店铺计较什么 算什么英雄好汉 卑鄙 五指 下流 还不是伴你所赐 你说也就奇怪了 他们一个说要雇我 一个要告我 这算什么呀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是认识那个名模许莫辰吗 他在公司应该微信很高 要不你打电话拿一下 不就什么误会都清楚了吗 那三件衣服是你拿到我店里让我修改的 怎么可能涉及到剽窃啊 是不是又是那个心里变态的小偷 想报复我 笑起来可真帅啊 你呢 先不要着急 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 不过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等律师韩风波结束以后 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上班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现在就去找那个心里变态 我 我 我 温孝 答应爸爸 无论如何 都要让低安上身 未知 温孝 你的决定还真让人出乎意料 你居然起诉萧氏光年 如果不起诉的话 就会让剽窃者更加猖獗 你身为DI的总裁 就应该站在公司的权益去考虑 我起诉剽窃者 难道不是在考虑公司的权益吗 DI这一级的设计 在市场上有渠道吗 如果有些尽责 如果没有的话 干嘛要浪费精力 我不是否认灵善的能力 但是人总是会遇到自己的平静 这两年公司的运营状况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就不用我都说了吧 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灵善身上 我也有责任 户端也要有个限度吗 丁总 现在眼下最重要的 是迪埃上市的问题 灵善也需要新的刺激 来激励自己 说不定 你山寨祸根的情况 是上市的奇迹也不一定 你自己考虑吧 我觉得那些点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麻烦你尊重一下原创行不行 今晚的发布会最受瞩目的 可就是被修改过的吉他衣服 半年内完成目标 光靠灵善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能把你所说的山寨祸根 变成设计部的生理军 我想迪埃上市还是有希望 喂 麻烦你帮我撤回一下对消失光年的起诉 还有 再帮我你一份合同 该不会真的被告上法庭了吧 别说爸留下的店铺不保 我都可能要坐牢 许墨尘啊许墨尘大模特 我的全部希望都寄图在你身上了 许墨尘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改衣服 他到底怎么想的 这个混蛋 最好别让我见到他 否则 我见一次打一次 出来的怎么样 怎么是你啊 慕总监 丁总 怎么还没来上班 丁总他上午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 会晚点过来 您找丁总是有急事吗 没什么急事 等他来了 麻烦你通知我一声 好的 很惊许吧 很惊讶吧 我也很惊讶我怎么会来这里 我这里不欢迎你 麻烦你又顺移离开 顺移 你是在开玩笑吧 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好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顺移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这里消失 我不跟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 那我要是不走呢 那就别怪我用武力解决了 看来你是不想和解了 和解啊 您说不告我了 现在有共同语言了 要向车速可以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把这份合约签了 文啸向来不会迟到矿工 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想什么呢 设计师 我问你 文啸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凌晨 别担心那个职场经营 他做任何事情的 一定有他的理由 任何事情 丁文啸 霸王条款这么多 咱们先不说 不认识师 你是用期三个月只发基本工资 就这合约 只有傻子才会签吧 你放心 我不签 你打死我我都不签 那你就是决定让我起诉你剽弃DI的设计了 如果案件成立 你将赔偿DI一整季度的损失 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能解决的吗 我说你这人 你经营这家消逝光年制衣铺应该很费劲吧 不然你也不会给DI头简历 再者 以你的资历 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都会被刷下来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不是吗 这个家伙说得没错 但我也不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吧 否则 一定会被他看不起的 好了 不要再签太辞了 你在我面前就是个透明 好 让我签这个不平等的合约也可以 但是 我也有我的要求 只要合理 我都可以接受 不可能 DI不可能再去招聘新的设计师 文秀作为总裁 上社的责任全能压在他的肩上 但是DI的销售业绩 始终达不到上市的标准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什么业绩不达标 看来文秀还是没有跟你说实话 你自认为自己的设计完美的无可挑剔 但市场上的接触度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文秀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才勉强制成住DI 如果你想帮助文秀还有DI 就应该接受新的设计师 帮助DI完成上市的计划 新的设计师是谁 萧氏光年制衣铺 言下 把我钱包还给我 我没偷你的钱包 你说没偷就没偷啊 你当我傻 好 既然你说我偷你的钱包 你说吧 里面有多少钱我还你 你看 承认了吧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有多少钱 我不要你钱 我只要我的钱包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 我没偷你的钱包 拿什么还你 我不管 只要我的钱包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合同我立马就签了 喂 林珊 文秀 你现在在哪里 你有什么事吗 你是不是在萧氏光年制衣铺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立刻给我回来 好 我半个小时到公司 是 是不是只要找到钱包 你就立马签合约 对 好 我会再会儿来找你 姐 刚刚外面那人谁啊 神经病 神经病 不是吧 我看不像啊 那长挺帅还开名车呢 小小年纪谁叫你这么庸俗的 开名车就是帅哥了 我告诉你就刚刚那个人 他脑子有问题 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 姐 你是不是让人给废礼了 我说那人怎么走这么聪明 你解我是那样的人吗 想什么那一天天的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 但就你这股凶蛮子心 八条街外的人都知道 姐 再动粗 不然九条街外的人都知道了 我 姐 说吧 这么抓就找我干嘛 当然是来拿 卧底费啦 对了姐 我听妈抱怨说